国会下议院又挑起了各朝政府的宣传开销课题 土团党乌鲁登加楼区国会议员拿督罗索华西 这一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夸大了前两届政府耗资7亿令吉巨款来打广告的事 并向国会下议院提成动议 要求将安华交由国会特别领选委员会处置 华选委员zz25我生年3 반 比较成华7亿 罗索华西指出 首相安华理应在三天前厘清数额 但是至今依然等不到他的答复 他于是援引议会常规 向议长提成动议 希望国会特别领选委文会 处置安华以厘清实际数额 首相早前表示 从2020年到2022年期间 前朝政府在广告和宣传上 花了7亿令吉 其中5亿令吉是巴俄区国会议员 丹斯里慕尤丁任相期间所使用 圣夏数额则是百乐区国会议员 纳杜斯里伊斯麦沙比里所用 吉兹摩瑟区国会议员 吉典摩瑟区国会议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